在疫情之后出现了旅游热潮 不过上个月的二十一号 宜兰郊西市有温泉饭店传出头拍事件 有旅客发现客房被装了针孔 经过清查 警方是锁定到了一名住在新北市的彭信男子 他在他的家里面呢 查扣了手机、随身碟等证物 依防害秘密等罪嫌送办 而宜兰旅馆公会则表示 会要求业者来强化管理 白衣男子被带出警局准备移送 上个月二十一号 宜兰某温泉饭店偷拍案 引发旅客恐慌 警方连日排查出入的可疑人员 三十一号锁定一名住在新北的彭信男子 并在住家查扣手机 平板电脑及随身碟等相关证物 小小的针孔摄影机及现材 当时就装在饭店客房内 警方发现记忆卡里存有大量偷拍影片 所以摄像头因角度歪斜 只拍到床边三分之一 没拍到旅客脸部或隐私部位 但消息一出已对当地业者生育造成损害 嫌犯若还给当地饭店清白 也让业者松一口气 以后出油潮好不容易等到观光客回流 工会表示未来会要求业者加强管理 请房屋员清洁时加强巡视 让旅客能安心入住 记者林建伦崇坏与许正俊一览报道